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13号是应邀向春天里的中国全球媒体对话会美国专场发表致词 宣戒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他并说拿着显微镜放大中国经济的问题解决不了自身的挑战 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 只会将给予攻守让人导致双输多输 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全国两会刚刚胜利闭幕 透过两会之窗 世界普遍认为拥抱中国就是拥抱机遇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谢峰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投资中国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国以5.2%的增速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 成为世界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 产业体系完备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有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5%左右的预期目标 谢峰又说 中国市场不可替代 投资中国的动力更加充沛 中方敞开怀抱欢迎各国企业 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提升在华支付便利性 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 谢峰还表示 中国机遇不能错过 投资中国的前景更加广阔 中国仍是全球投资热土 去年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近四成 中美经济连金代鼓 强行脱钩将伤金动骨 负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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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 后来自从中美国家投资中美国家投资 激活全球经济的一池春水 开创世界未来的春色满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